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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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他怎麼開頭啊 我要用什麼樣的心情開頭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標題 如同標題所示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記錄這個 這個全過程 首先這個 我們要不要講時間啊 中華民國111年4月8號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是台中 因為上禮拜接到了這個... 電話 說 你要告了 警察局派出所啦 請我去做筆錄 在這個彰化的路港 你知道以前出身分證寫的是 籍罐你知道嗎 籍罐是什麼 籍罐就是這個... 你是哪裡人啊 比如說你的上代 上代是哪裡人 所以我的籍罐是彰化 身分證後來改出身地 我就變台中 我這樣算硬要判關係嗎 呵呵呵呵呵 所以如果是籍罐 然後我爸也是彰化的人 我不是彰化的人 對... 那我也是彰化 你的身分就會寫彰化 對...那是籍罐 那可能是以前很多是從大陸那邊過來的 有的籍罐會寫山東 那可能慢慢的... 因為... 現在應該很少從那邊來的人了嘛 所以慢慢就... 最後就改成出身地了 對... 我要去陸港的派出所做筆錄啦 可是今天我們現在要先去這個... 台中的... 律師事務所先跟律師討論一下 大概跟我們分享一下 做筆錄啊 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好 沒關係 被告我們一樣記錄嘛 好 那這裡是小師汽車生活頻道的宗旨 我們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不一定是車的事情 我們都是可以分享的 我打算把這個投到尾紀錄 不管這個是贏是輸 我們都把它紀錄起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很多人應該終身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蠻有趣的也蠻感慨的 剛好我們上次還講 藉由我們的影片 可以串聯很多我們的粉絲朋友 各行各業 那這一次我們就利用到了律師這個行業 剛好是我們的客人 所以這個剛好就串聯起來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待會兒 我們先去律師事務所 台中 我們先去台中 忙拍囉 我跟你講 還是進去裡面講好 呵呵呵 欸我這隻很捨不得欸 我很喜歡這隻欸你知道嗎 很重欸這隻 對這真的是銅的啊 雖然很捨不得 但是要把它送給更具意義的 人 對 前高雄花蓮台中立浪警察所警察官員 印尼立浪警察官員 法官 這是一年前我就說要把這個轉送給陳律師 可是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隻 因為我很喜歡這隻 本身本人是天秤座 氣場完全是跟我是契合的 這個世界就是要公平跟正義 所以欸我都一直放在我直播後面 雖然我是做生意的 我不是在做這種相關的 但是我覺得 消費者跟商家之間 還是必須要秉持著 公平庫會的精神 在於做生意真正當當的 但是有一個職業比我更適合 好不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 我今天就特地把它載在台中 非常有意義也非常誠心的禮物 就交給陳律了 好啦那我們 接下來就諮詢一下 喔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要提醒你就是啊 他打完字之後 就是整份筆錄他會用打的嘛 對 但是有時候你講的 你講的話 他不一定會百分之百打下來 因為你講比較快 所以他會就記得的部分打上去 喔所以一定要確認 對 他給你印給你看 你一定要看 確定都 就說這些都是你講的 那個時候如果你還想補充 你看完之後覺得 還有一些想補充的 可以跟他說你想補充 他會把你補在嘴下 對 這些都還是可以做 那有些人就是沒確認 然後就簽名了 結果我們可能偵查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筆錄 我想說 為什麼我寫成這樣 他就說他不知道 因為警察就叫他簽名 他就簽了 喔所以要檢查 看一下 因為我們講的可能會比較長 會比較多的內容 可能還是要確認一下 謝謝陳律師 那我們這個大概有了解一下 因為第一次被教具做筆錄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筆錄 所以去了就知道了 那我們這個基本上 站在我的立場 天平比較好 我們真是實話實說嘛 因為我們又不會做出什麼上天害理的事 應該還OK啦 不要太擔心 好不好 去就知道了 好不好 阿賴人去可能不能拍喔 我坐完冰霧再出來跟你講 是什麼狀況嘛 好 走啦 出發去彰化的路崗派出所 去彰化 我媽家在附近耶 我們現在車頂的走路就到了 走路就到了 對啊 你不會去一下嗎 不要好了啦 這種事情 對不對 可以共可以歡樂 我們先去了解狀況之後 重立完再跟他 對啊 再講好了 我都有一種事情 我們都很歡樂 那種年紀大了 一輩子也沒被人家告過 我們四十幾歲就達成了 好不好 好啦 那就直接 我們先搜尋一下地址 出發了啦 好不好 那我就先進去做彼錄 那我就先走了 來 交給你 要接得出來 當場一壓這樣喔 怎麼樣 沒有 不可能 還沒做什麼壞事 對不對 你如果說我有在亂搞 我就不敢說 好啦 那我進去啦 好 好 知道啦 在IS300H那個影片啊 裡面講了一句那個 那個啊 很緊急的那個啊 對啊 那車主覺得說 我們這樣說他受傷了 我就不要再講了 不然造成人家二次傷害 做彼錄還好啦 就是因為我妹妹那個意圖 我不認識他 他問我說 啊 你那個是草屯交流道的嗎 我說 我甚至 我連哪個交流道都不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表達的是危險這件事情 並不是要嘲笑他 對 我是說就差沒有嘛 就是很緊張 喔 就差很緊張 喔 我只想表達那個東西 在高速公路車子壞掉 是很危險 很緊張 所以我們就順口說 喔 就差沒有 就很緊張嘛 那種感覺 沒想到這個可能造成 當事人覺得不舒服 然後所以他就這個 對我們提告 好 那現在知道狀況 其實這個 這個 我也只能講這個 有時候這跟威爾史密斯那個一樣 雖然我沒那麼紅啦 對不對 就是台上的人覺得 他講他老婆是節目效果 聽的當事者 可能也許不那麼認為 所以這自古以來 現在常常在吵脫口秀 那個不是嗎 就是有時候這個東西 有一點難界定 到底是節目上的一個表演 表演的方式 或者是真心的 想要欺負人家 我覺得那個 那個就有一點難界定 但是我確定我是沒有啦 沒關係啊 他這個之後就是 這邊筆錄做完嘛 到時候可能他就會送去檢察官 檢察官再 可能我們檢察官還要再跑一次 那之後就看起不起訴這樣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流程 我們應該要找一個廁所坐在馬桶上面 對 對啊 他講 有嗎 就比較像啊對不對 對 案件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我終於 昨天接到彰化地檢署 什麼 檢察事務官的電話 我其實我搞不清楚 檢察事務官是什麼 反正就一大早打來 然後就 欸這個 施錦淳先生嗎 欸是 啊你有一個案件 對不對 好 他就說了 那 你能不能 把這個 影片 燒成光碟給我 我先跟他講說 網路上一直都有啊 他說 嗯 影片這個 我們要一起 呈上去給 檢察官或是法官這樣 我們需要 這個影片 他說 喔 是喔 那我說 那 用記憶卡可以嗎 喔 不行喔 我們這個記憶卡怕會中毒 要用光碟 光碟就不會中毒嗎 對好像一樣吧 對啊我就說 欸 現在好像沒有人在用光碟 真的嗎 現在沒有人在用光碟了嗎 欸 我說我想了一下 好像 公司家裡 這個 手提電腦 好像現在都沒有光碟機了 欸是這樣 可是我們 法院只有 可以毒光碟而已 我說 不是 這個 我是被告的人 我還要準備光碟 我心裡的理解 是不是應該 告我的人要準備光碟 證據啊 我心裡這樣想啊 可是事後我想想 好像有點沒禮貌對不對 我說那我想想辦法 那你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 他說還是這樣好了 我跟你約個時間 這個 出來說明啊 今天是8月27 我是8月26 禮拜五 昨天嘛 接到電話的 然後他說那你這個 8月21號有空嗎 我說哇 這麼快 現在禮拜三了 我說欸不行欸 8月31 31 8月31 對 我說不行欸 8月31 沒有空檔 他說啊 9月13 我說啊好 9月13可以 然後就暫定9月13 去下去那個 彰化地檢署說明 然後後來他有稍微問一下案情 他說這個 你影片幾分鐘 我說20幾分鐘 他說那你說到他有一分鐘 我說沒有幾秒鐘而已 他說喔 還是說齁 你還是想辦法弄光碟來 然後這個 附一張A4紙 說明一下 內容 就我們想要表達的 陳述的 案件的 我們自己 我們想要對這個案件有什麼 啊 類似答辯的意思啦 然後就附一個A4紙 然後一起記取給他 後來當時我就馬上這個 聯絡我們律師嘛 我說欸 我這樣檢查事務官到底是什麼 哈哈哈哈 是檢查官嗎 他說不是 有點類似檢查官的助理啦 就他可能要先這個 過濾案件啊 然後把證據收集齊權 齊權然後再送去檢查官 然後反正我們律師就說 那就照他的講 他說雖然 我有問他啊 我說欸 這個影片怎麼會是我們提供 他說欸 其實是告的人要提供 他說啊沒辦法 我們被告的人 我們就 咱媽丁 哈哈哈哈 好 就自己用 好啊 那我們就這個 想辦法 升光碟機嘛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8月27號 對 我們就接下來下一步就是準備 應該快要 撥開烏雲見明月了啦 好不好 我們就接下來就下一步就準備好 我們要 然後答辯的東西啊 繼續 然後再來跟大家講怎麼樣 快結束 快結束 好不好 好 就這樣 下次見 又不是在馬桶了 那我們去馬桶 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上廁所 所以我寫了一張這個 形式答辯狀 反正簡單就講嘛 第一個就是 我們就講說這個 我們的頻道 長久以來就是 在教 用比較輕鬆 詢諧的方式 教大家 注意行車安全啊 買車不要 中計啊 不要被人家騙了啊 之類的 好 我們就講 就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裡面只是說 引用出來 提醒大眾說 翻這個事情在高速公共很危險 好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就是說 欸 再幾分幾秒 幾分幾秒 我們這個 其實當下有沒有 在講這個新聞事件的時候 我們還刻意把這個車款 沒上字幕 就是怕這個引起 當事人不悅啊 或是什麼 所以就是代表說 我們沒有想要 引 就是 侮辱他的意圖啦 對啊 我如果侮辱 我就直接 寫出來啦 把那個車款 寫出來啦 而且還故意念得不標準 我英文本來就不標準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我們就說 整部影片28分50秒 只講了10秒而已 我們的目的 就不是拍這個影片來 北方他還是誤他的啊 反正我們就等一下就連這個 雙掛號給他處理下去 中秋節 之前一定要到 好不好 那就出去寄啦 加油 他在跟誰講話 他在跟剛剛走進去那個 加油 好啦 來啦 終於收到了 台灣彰化地方檢查署 刑事傳票 所以我們現在位置 已經到了彰化地檢署 好不好 然後這個就是上次 上次我沒有講過嗎 就是他叫我 寄一張說明跟CD去 我以為繼續可能就不用來了 我以為害我開心了一下 沒想到還是要來 好不好 那今天進去 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偵察庭 被傳人身份 被告 好不好 你今天如果沒來 是不是就被通緝了 我不曉得 應該不會啦 應該會再發函 不會那麼快通緝啦 然後那麼快 找個幾次吧 我不知道啦 好不好 那這次就進去看一下 他要了解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 內容 好不好 應該裡面你也不能拍嘛 好不好 那我們就進去啦 走 好啦 結束了 反正今天進去也是問跟警察局 一樣的東西再問一次 就是說 對方說要告你這個妨礙名譽 那你有沒有要妨礙他名譽 我說沒有 我告訴我妨礙名譽 我說我又不認識他 我的觀眾我相信也不認識他 我只是藉由一個新聞 跟觀眾朋友去敘述說 在高速公路上 車拋錨是很危險的事情 尤其人又在後面 燒是更危險 因為我自己有在高速公路 調假過 我知道上面車都 燒燒燒很快 好大概就這樣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陳述的部分 我就說 第一個啦 我拍這個影片 絕對不是為了要 妨礙他的名譽而拍的 那我也沒想到 造成他不愉快 如果造成他不愉快的部分 我可以跟他道歉 但是你要說我妨礙免疫 我沒有那個動機 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他問我說 如果對方要和解 你願不願意 我說 那就看對方的意思 對啊 我能夠配合 我就配合 那你能夠配合 對方如果要求太過分 不合比例 我也沒辦法接受啊 好大概就這樣啊 應該很合理吧 我就跟他說 我們是一個表演 那我用一個比較時事嘛 新聞 公開的新聞 然後來講解給觀眾朋友聽 觀眾朋友比較能夠 快速的理解 再來我是一個頻道主 所以我當然要有一些表演在裡面 我大概就這樣說明 就這樣而已啊 沒什麼啊 剛剛問了就差不多這樣啊 他說啊 你為什麼要把 字幕拿掉 我說因為 這個影片的重點就不是 我的影片的重點是其他 很多很多的地方 並不是 所以我覺得 把它拿掉比較好 而且再一個 我覺得這樣也比較不會 造成誤會 比較沒有針對的感覺 對啊 我們又沒有針對他 我說我又不認識他 反正他的名譽 對我來講 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一點動機都沒有 對啊 那我說沒關係 如果說這樣子的言論 造成他不愉快 我們可以跟他道歉 沒有關係 這樣子 好不好 今天記錄到這裡 這個很長啊 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到時候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說 這種被告的東西 是 到底是怎麼樣的 繁瑣 但事實上 其實 最壞的狀況 聽律師講 防御民意好像 就幾千塊而已 只是我可能就沒有良民證了 對啊 因為這是刑事嘛 對啊 好像差別就這樣而已啊 好啦 揮太北了 走走走 這 剛剛有跟律師通電話 律師叫我說 要把內容 跟他講一下 有一些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那我就跟 我的律師講內容嘛 那我律師就講說 嗯 其實 他覺得 他的經驗啦 他以前也當過檢察官嘛 他覺得 這個 檢察事務官問這些問題 他並沒有在刁囊我的意思 律師說他猜啦 然後到時候 如果假設寄來的公文是不起訴的話 他內容可能會寫什麼 你知道嗎 他內容可能會寫說 欸 被告 我啊 他是用比較 威脅的方式在 在教導觀眾嘛 而且片長20分鐘 只有講了10秒鐘 他沒有這個意圖 他不認識對方 而且這是一個公開的新聞畫面 等等 因為他問我的內容就是這些 所以他寫出來就是這些 對 所以他的 如果假設不起訴的話 他寫出來的內容 他要給告訴人交代嘛 我為什麼不起訴 所以他可能就把我剛剛 問的問題都寫上去 我的回答都寫上去 所以我真的覺得蠻厲害 就是那種律師啊 有個諮詢的律師真的很重要 他第一個 我從我要去之前 他就給我很大的信心了 尤其他是我們客人 在昨天他下班前 他還又傳訊息跟我說 你一定沒問題OK的啦 他可能覺得我表達能力是OK的 好啦 那就 今天要直播 就趕回店裡啦 好啦 收到這個台灣地方檢察署 10月7號收到了 我看這個發文日期是10月4號 好啦 不管了 跟大家講一下內容好不好 主文 不起訴 好啦 那內容我大概講一下好不好 反正他就先說明一下這個過程 按照刑法309條 所謂補入 以及310條所謂的誹謗 一般以為呢 前者 未指定的具體事實 僅為抽象的謾罵 或者是對於具體的事實 誒 看小市長是不是 五路是說你要有這個 未指定具體事實 僅為抽象的謾罵 叫做五路 那北棒的意思呢 是對於具體的事實 有所指責 好啦 那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他覺得這個 意圖沒有那麼明確啦 還有占比啦 整個影片裡面說到這件事情的占比 是很少的 那就是說這個 被告在這個 他寫直播啦 可是是影片裡面 所述內容 並無直接的直指 說告訴人的姓名 或是無中生有 無端捏造 那我也不是以這個損害 告訴人的名譽為目的 所以我在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在討論這個 高速公路這些安全的時候 以 詭諧的語氣提及 雖然未有任何負面的評價 但是這個令人感受到 影射而不愉快 但是呢 這件事情是一個具體的事實 而非 只虛烏有 或者是有 這個 任何毀損名譽不堪的情勢 好 那這個主觀上呢 我的意思並不是在妨礙 告訴人的名譽啦 而且我講的是具體的一個事實 與 因為這個公共利益 還有可受公平的事項 喔 可受公平這經常聽 聽官長說 好 可受公平之事實 好啦 反正我的目的就不是要去妨礙他啦 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他是覺得說被告就我嘛 好 所表達的內容的公正客觀 與否 社會大眾自有評價 也算是言論 自有保障的範圍內的 好 那這個其實這個 不起訴書 他是10月4號發文的 所以其實在10天之內 如果對方覺得不滿意 他可以再去提起在意 那我們今天的錄影時間是 110年的10月15號 所以我是還沒有收到那個 在意的東西啦 沒關係啦 反正如果在意的話 我們今天還是要做個結尾 在意的話 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那最後 要說一下感想對不對 下次不要亂講話 要小心講話 要小心講話 觀眾朋友就喜歡看我亂講話怎麼辦 沒有啦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其實這個影片其實 因為不起訴啦 其實對方也沒有 也沒有要求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影片下架 或道歉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 就像我上次講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這個 表演跟這個 如果造成當事人不愉快 我滿是願意跟他道歉 只是說我們真的 我不認識他 我妨礙他名譽 真的對我來講 一點好處也沒有 對我沒有這個意圖 也沒有這個意思 有時候我們公眾人物在 拍攝影片的時候就是應該要 還是要多注意一下 要不然下一次 不知道又是 哪位了 對不對 造成他的不愉快 我們要道歉 我們雖然不犯法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這個 造成他的不愉快 我們跟他道歉一下 就藉由這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個 整個事件 也謝謝這麼多的觀眾朋友 一直在問這件事情 其實我 之前影片裡面 常常有意無意會提到 當然那也是節目效果的一環 那為什麼這個影片 這個我們一直到 要整個完結才播出嘛 因為我們是擔心說 第一個這個 還沒有宣判 我擔心這個好像 有在這個 操縱風向之前對不對 萬一我們的 粉絲在下面留言對不對 可能怕會影響到觀感 好像我們在 在那個落井下死 那我怕說這個東西 會引起這個 對方更不愉快 我們也沒有要這個 引戰的意識 如果我要引戰 我當下我就應該要先 拍出來了吧 讓這個風向大家去幹交他之類 有的沒有的去操縱啊之類的 我是覺得 本意也不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這個 跟律師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說 把整個事件都 告一個段落之後呢 這個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就好了 好啦 那謝謝大家關心啦 那這個以上就是 賈克希亞故意會 第四被告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